如果您購買了Amy's Kitchen 品牌的冷凍食品 要注意一下回收的消息 Amy廚房公司的一家供應商 提供的有機菠菜 可能感染里斯特菌 Amy廚房為了安全起見 主動召回大批 它們品牌的冷凍食品 有機冷凍食品公司 Amy's Kitchen表示 它們一家供應商的有機菠菜 可能受到致命病毒 里斯特菌的感染 因此Amy廚房決定 主動召回7萬4千份 可能受到里斯特菌感染的冷凍食品 目前還沒有報告显示 Amy廚房的消費者 因為食用這個品牌的冷凍食品 而患病 這次召回的產品 包括了素食烤寬麵條 炒豆腐 菠菜披薩 辣醬玉米餡餅 糙米飯 貝殼狀的意大利麵等等 民眾也可以在 聯邦食品藥物管理局的網站上 找到完整食品召回列表